大家好 今天是4月29日 是期止結算之後的一天 今天已經開始做5月的期止了 今天亦沒有北水的 因為國內是休市的 很多人認為國內休市的時候 什麼都會失去 那當然不會 第一,有兩種情況 有些想做市的人 就想著 少了國內資金 那即是市比較安靜 安靜一點就可以動 第二,國內的資金 你有幾天沒得我解僱嗎 我的資金借回來有成本 我早就把錢放在這裡 說不在國內下訂單 不過就在香港下訂單 所以一樣 所以今天早期的時候 市場不是升那麼多的板塊 到12時之後 近期的板塊就升得很多了